各位父老乡亲 各位好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各位支持熟知 听笑熟知的好朋友 思大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劳动了这么多人 让这么多人为我忙碌 让这么多人为我流血 流汗 没有流血 有流汗 昨天好像有人受伤见红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在想 我如果不努力 怎么可以呢 走到现在 这场选战走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 我真的只是要当议员吗 在三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 我在参与环保运动的时候 我看到有不好的东西 我去拜托议员 从政同志 他们真的就去做了 可是后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妥协了 很多事情 就变成要讲人情 讲面子 以前的选举 就像今天这样 就像今天这样 好朋友 来自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 听台上的先进们 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反对 为什么要抗议 为什么争取 但是后来都不是了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会让我下定决心要选举 要参选这样子的选战的第一个原因 最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跟那个林瑞珠 我们两个人在做这个全台湾的辐射调查 我为什么要做辐射调查 因为311在日本的福岛 有发生核电的灾变的时候 日本人很害怕 就去拿那个辐射侦测器到处去测 其中有一个人是作家刘黎儿 刘黎儿呢 把他的辐射侦测器拿到台北一测 结果发现台北的辐射 有的地方竟然跟东京一样高 台湾没有发生 没有听说发生那个核电的灾变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样高的辐射 林瑞珠跟我说 好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全台湾的辐射调查 我在讲故事好像很久的事情 其实不久 就是在今年 我们到这个新竹 我们测到新竹有两个地方 辐射是超高的高 一个地方是清华大学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辐射量很高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新竹县的三丰国小 那清华大学辐射高 我们知道嘛 那个就是本来就有一个辐射屋 而且就是限制在那个地方 可是三丰国小 为什么会高 不知道 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学校 告诉新闻界 然后我们今年的 今年喔 今年的年初 我们去三丰国小检测 一检测真的很高 结果呢 有两位新竹县的议员 他们就来了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只有讲一件事情 他们要求他们的教育处 他们要求教育处说 全新竹县的中小学 他们都要测辐射 我讲说喔 议员可以这样呢 只要议员要求县政府 就可以测 那我们新竹市呢 新竹市要不要测啊 要不要测 要测 可是新竹市的议员 我有去拜托他们 在这边不要讲名字 就讲名字 我真的有去拜托他们说 来帮我们新竹市 你们去议会建议一下 去市政府建议一下 这样子圆能会 就来帮我们测了嘛 我们的小孩子 在那边读书耶 那个辐射的污染 是很严重的耶 结果没有 一个议员都不答应我啦 他说辐射看不见摸不着 还会得罪人 要测吗 乡亲啊 要测吗 要嘛 可是 没有耶 所以我跟瑞珠两个人 带着我们的侦测器 只能测新竹南区啊 新竹南区的五所小学 我全部测过了 大家放心 还好 辐射不高 但是 只有我们好够吗 只有我们南区好够吗 不够嘛 我们要新竹市整个都好嘛 我们要全台湾 大家都不要受辐射的污染嘛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一定要出来做这个事情的意味 没有人要帮我们做啦 我们新竹的刚才市长讲的我们新竹的南门市场 我们的南门市场已经没落了二三十年了 我是在南门市场旁边长大的小孩啊 南门市场过去多么的繁荣 大家都知道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一定要想办法嘛 想办法把它复兴起来 还有我们的青草湖 青草湖以前是全台湾的八井之一耶 青草湖现在好像还不错 可是青草湖剩一半啊 青草湖剩一半啊 以前我们可以在那边划船啊 现在不行了只能看了 那我们的青草湖要把它复兴起来 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说好不好 有人说 中族现在又出来做什么 民进党没有自己拿名 你就拿党 你叛党 我没有叛党 民进党我福音的 我知道的 我遵守的 民主进步 我现在看不到 我看不到民主 民主是可以世袭的吗 有进步吗 现在大家都用电话民调 他们还在党员投票 在干部评鉴 党员 我们南区有四万两千七百个 党的市民 民进党的党员有几个 全部合起来 南区只有96个 96个要代表四万人 决定一个议员 候选人 合理吗 然后还有干部投票 更好笑 全新族市24个干部 只有三个涉及在南区 他们要来决定南区的市议员 候选人 这合理吗 这进步吗 我福音民主进步 那是我的追求的价值 但是这个不是 现在的民主进步党 新族市 我看不到民主 我看不到进步 所以我在这边要下战帖 我已经做了27年了 我在这边做了27年 我做了环保的运动 我做了文化的运动 然后我做了很多的公益的运动 女性的 女性的那个平等的运动 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我只是说 我每次在经过 那个17公里海岸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很高兴 没有人 没有人把我认识 因为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在那里 看到的就是一个湿地在那边 就是一样的海滩 一样的沙滩 非常的美丽 没有本来要变成工厂 工业区 还好我有努力到 当东西打拼有对了 所以请大家支持我 让我继续打拼 我是要出来做事情的 请大家检验我 检验我的过去 给我一个机会 民主进步 不是用来说的 环境保护 不是用来说的 是要用来实实在在的做的 周淑姬一定会做得到 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 我现在刚才说我要下战帖 我周淑姬当过国民大会代表 当过行政院顾问 当过客家委员会的委员 我当过民进党的执行委员 我是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的理事长 对于公共的政策 我已经了然于胸 准备很久 我真的会好好的做事 那么我的对手们 我的对手们 另外有八位 四位男士四位女士 我现在想要来找他们做政策辩论 好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一起来讨论 讨论什么才是对南区最好 对新竹市最好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回归到基本面 政治就是政治 不是比钱 不是比漂亮 不是比帅 不是比势力大 是比谁有能力 我在这边下站铁 跟大家挑战 我们一起来讨论 讨论的比较好的 请大家相亲支持他 服务比较好的 请大家相亲支持他 可是如果 只是不会 只是要点头 只是要握手 只是要靠关系 只是要靠 他是政治世家的 不要投给他好吗 不要投给他好吗 我在这边再一次的恳求 拜托各位长辈 老师 各位 我最好的朋友们 拜托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会 会好好的做事情 不会让大家失望 请大家多多的支持 我的竞选总部 其实是在 南门市场旁边 中华路二段 以前我阿嬷 我妈妈的 住产所 有空来跟我 指教 然后 拜托大家 给周淑基一个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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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同志啊 好 恭喜 各位来 承心 承担 我们是一个 总书记的缓绕 瓦瓦 一个温暖 我看总书记 大家看总书记 你说好吗 好 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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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